昆虫占所有物种的80%以上 目前科学界已知的昆虫种类约有90万种 估计至少还有100万种昆虫有待人们的发现 我们中的许多人觉得昆虫令人厌恶或可怕 而另一些人则对它们的巨大多样性着迷 因为昆虫以最令人惊讶和迷人的方式 殖民了大多数陆地环境 大家好,我是阿Wing 今天将为你们介绍数个极端的昆虫物种 仅生活在新西兰小巴黎尔岛的巨沙中 是世界上最重和最大的昆虫 历史记录显示 曾经有一只怀孕的巨沙中 重量为71克,长度超过8.5厘米 这比一只麻雀还要重 因为太重的原因,它们也不够灵活 不能够像普通蟋蟀一样跳跃 作为蝗虫和普通加蟋蟀的近亲 巨沙中目前是一个冰威的物种 在陆地哺乳动物来到新西兰之前 它们扮演了镊齿动物的角色 尽管它们的行为和饮食截然不同 巨沙中比会头西还要古老 有1.91年的历史 马里科帕须蚁是世界上最毒的昆虫之一 然而它对人类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 这个物种在美国各地普遍存在 主要生活在沙漠、干燥地区 最常见的地方是亚利沙纳州 马里科帕须蚁的毒液 大约是普通蜜蜂的25倍 比最毒的蜜蜂、狐蜂 或其他蚂蚁物种还要强得多 西部灵贝香尾蛇的毒液 在它们面前也只能算小弟弟 它对老鼠静脉注射的LD50值为0.12毫克 相当于12针就能斥食一只2公斤的大鼠 LD50值越低 毒液的毒性就越强 但它传递的剂量一般都很小 因此马里科帕须蚁 可以说是无害的 但如果被它叮咬 还是会使人产生强烈的疼痛 持续时间长到4到8个小时 在阿帕奇的传说中 以前部落的人 会将它们的敌人 放在马里科帕须蚁的土堆上 品尝痛苦直到死亡 然而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这些传说 蝗蟲可以说是人类已知的 最令人恐惧的昆虫物种 尽管蚊子是导致大多数人死亡的罪魁祸首 但在整个历史上 蝗虫是唯一一种让人惊恐的哭泣的昆虫 它们的恐怖之处在于 并不是它们会咬人 而是它们会蜂拥到人们的田地里 吃掉人类所有的庄稼 一些蝗虫群一天就可以前进数百英里 而沙漠蝗虫是蝗虫家族中最危险的蝗虫群体 这种蝗虫群可以由1.5亿只蝗虫组成 它们就像乌云一样覆盖地面和天空 一天内就能吃掉大约3.5万人的食物 这可能会导致恐怖的饥荒 虽然现在蝗虫群已经很罕见了 但世界某些地区仍然会经常发生蝗灾 例如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 还有西非和北非几个国家的蝗灾 造成约25亿美元的农业损失 阿根廷乙 最近被发现是全世界种群最大的昆虫 其统治地位可能与人类匹敌 科学家发现 生活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该物种成员 实际上属于同一个群体 因为它们会拒绝相互争斗 此外一系列的实验暗示 这些超级群群 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蚂蚁群体 因为它们的成员之间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 而且还能认出它们熟悉的信息数气味 尽管它们相隔数千英里 这一不寻常的现象 似乎是有人类创造的 有可能是人类 无意中将它们从南美洲引入了各大陆 这种相当大的竹节虫家族成员 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豪群爵岛上 这也是生物学家所说的 拉萨路效应的一个例子 这一个物种被认为已经灭绝 到后来又被发现了 野生的豪群爵岛竹节虫种群 被认为是有不到50只个体组成的 然而由于种群数量如此至少 该物种仍处于极度病危状态 澳大利亚墨尔本动物园正在努力 繁殖豪群爵岛竹节虫 在它们特别指定的繁殖计划中 已成功的繁殖了9000多只个体 我想很少有人会对这个影片的标题感到惊讶 极端的昆虫物种究竟是哪种 很多人都知道 蟑螂能够在非常肮脏 或者核废料的环境中生存 蟑螂没有食物可以存活一个月 没有水也能够活大约一个星期 就算是没有头的情况下 也能够活一整周 最后死的原因是因为喝不到水 但还有一些案例是更特殊或极端的 曾经有一名52岁的妇女 在进食时不经意的吞下了一只蟑螂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只蟑螂竟然奇迹般的在她的身体里存活了下来 就连喂消化媒也无法杀死她 你说可不可怕 蟑螂蜓 蟑螂蜓 最近被发现是所有昆虫中迁徙距离最长的昆虫 其旅程使著名的帝王蝶向行见处 它们利用季风从印度飞到东非和南非 然后再飞回来 总旅程在14000到18000公里之间 此外 这些昆虫的残期迁徙 使它们成为许多候鸟可获得的食物来源 这意味着 如果这些物种发生任何意外 这些鸟类的生存问题也将会被影响 作为蚕科的一种 华春是地球上生意最大的昆虫 尽管整个蚕家族以其闪亮的声音而闻名 有些物种的叫声几乎达到120分贝 但生长只有2毫米的华春 却能发出99.2分贝的响声 这类似于站在一个响亮的管弦乐队的前排 或者在50英尺外听一个电状的声音 雄性华春的叫声频率约为10千赫兹 在人类的听力范围内 雄性华春显然是通过用生殖器 摩擦身体上的脊柱来发出声音的 再与其他雄性合奏来追求磁性 就分贝而言 其他生物的声音更大 摩擦巾可能是动物王国中声音最大的 能够产生236分贝 然而与体型相比 华春的声音显然超过了所有其他动物 你还知道哪些更极端的昆虫物种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就不要点赞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分享